法國明天舉行總統選舉首輪投票 爭取連任的現任總統馬克龍 同敬敵立旁叮噹碼頭 有機會重演五年前二人對壘的一幕 楊佩運報導 最新民調顯示爭取連任的法國總統馬克龍 近期支持度下說 被主要對手右翼國民聯盟領袖 瑪麗娜立旁迫近 兩者支持度只差1至6個百分點 如果明天舉行的首輪投票結果和民調一致 他們將會重演2017年的情景 在4月24日舉行第二輪選舉 有調查預測 在第二輪投票 立旁的得票率有望達到4成9 緊迫馬克龍的5成1 2017年兩人對壘時得票率是6成4對3成4 馬克龍支持度在俄烏戰爭爆發後 曾經一度急升至3成的高位 但面對國內經濟困境等因素 勁敵立旁將選舉焦點轉向物價高企等民生議題 大打親民牌 短時間內吸引大量選民支持 今年法國總統首輪選舉有12名候選人 任何人取得超過5成的選票即可直接當選 否則得票高的前兩人進入第二輪選舉 新任總統將於今年5月13日上任 任期為5年